黄晓明被问是否生二胎,回答21个字证明他真的爱baby。 在宣传无问西东时,黄晓明透露自己去年刻意减少工作量,就是想多花时间陪家人。 黄晓明和baby已经有一个帅气的小海绵了,聊到生二胎的话题,黄晓明坦言由于老婆baby讨论过此事,用21个字回应,证明他真的很爱baby,这个我尊重我老婆的想法,毕竟怀孕受累的人是他。 但他透露想要再生女儿。 黄教主不愧是宠妻狂魔,时时刻刻都在意老婆baby的感受,也懂得心疼老婆。 和娱乐圈那些,老婆生孩子自己出去混的男明星显然不同啊。 那baby究竟是怎么想的呢?生完小海绵之后就迅速复出,不仅是时尚辣妈,连路跑男,拍戏,出席活动都始终拼命。 在跑男里被网友批评不下水,玩不起。 baby直言玩不起就不会坐上盘设议,好兄弟力挺,虽然黄教主没发声,不过从日常宠妮就能看出来,黄晓明对baby不仅是宠更是尊重。 其实baby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,人生还有漫漫长路,当然希望还有一个孩子,不过还要再等几年。 看来两人对二胎还是有打算,也想给小海绵添一个玩伴,但二胎计划还是急不来的,也难怪网友为他们操心了。 老公宠爱,婆婆亲和,儿子又是全民小男神,不得不说baby确实幸福。 参考来源。